台北市内湖去港前里的里长魏景成 日前呢他对民营党台北市长参选 陈时中提出政策提出反驳 认为陈时中不了解内湖交通 没想到被回酸说批评政策要动脑 外界指示说难道是在骂里长无脑吗 今天呢魏景成再次的站出来捍卫自己 他说当然里长八年时间 他了解当地的交通需求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认真了 请听下意见 但是陈时中还没有选上就批评在地人 而且还说他提出政策就是烂牛肉 记得我说 相当于要选一个市长的人格 你骂我这个在地的小小公僕 骂我说我无脑 无脑是很歧视一个人 为什么无脑死人才是无脑 你说对不对 对不对 明明我好好的你骂我死人 那是真的骂我一个里长的 你就真不公顶一个公园 所以你心里要做市长的人 你那些信誉开合乱串 乱串 乱妈 这样子又不会去 你要到内府去来 long stay 几天 你来看上下班 不是一天而已 多几天 看你要开车也可以 或是你走路也可以 对坐公车 对不对 你来的话你实际了解的话 你在牛肉你才有办法端 你不了解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牛肉我说你烂牛肉 本来就是烂牛肉 我们里长是市政府的末梢神经 我们末梢神经不能动的话 你一个心脏有什么用 你市政府能够周转什么东西 末梢神经也是诚心诚意的跟你建议 你信口开口就骂无脑什么东西 我说你身为一个长官 最不应该讲这种话 我当了两届的里长的话 柯市长还不能想说 我的里长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提议的话 他以前确实有讲说 内部的交通完了 但是我们跟他提议的话 柯市长还是很诚恳热心的 接受我们的意见 所以唯一就是你这一个还没有上任的 就是一直跟你建议的话 你都听不接近 反而在这边信口开口 说我们里长要有头脑要怎么样 林志坚的论文抄袭事件之后 现在重挫了绿营台北市长候选 陈时中的支持度 在最新的网路投票的民调显示 陈时中现在看好度只剩14% 而远远输于国民党讲万36.5% 甚至黄珊珊的部分也是领先 也是超过了她是有17.8% 现在大家留言说 真的是被林志坚害到了 绿营选情是集体的崩盘 受到极大影响 博远认为说 因为这个防疫都没做好 凭什么来选市长呢 表达出对民进党的不满 那陈时中在16号来到 来的票仓铁票区文山区 要请一新党事员的庆元 被外界认为说 来到这边稍来拔庄吗 不过她说政策无关蓝绿 之后还会安排其他跨党派的情谊之旅 但是看到在内湖区的港前里里长 魏锦成也建议说 陈时中要到内湖常驻 才能够了解内湖当地的交通状况 他再次反驳了建议 这一区加上过去大家印象都很危险 国民党的新闻安全区 民萨要帮民远跟不同的政党 那外界计划是不是所谓的 来拔庄这个部分 第一个刚才这样的议员也跟大家提醒 其实在市政的问题 蓝绿的成分是非常低 是为了市民怎么样能够更好 大家能够共好再努力 李议员 庆元兄 在这地方经营非常久 对地方的事务非常的了解 那我要当市长 想要当市长的人 一定要跟这样资深的立伍 资深的议员来做请教 才能够了解地方 那对地方有所贡献 市长会不会担心说会引起一些 什么新绿的民众的一些问题 不会不会 我想我们的口号把市做好 台北更好 这是非常重要 大家说有做好事情 那台北才会更好 无关蓝绿 那之后也会安排像类似这样的行程 可能跨党派的一个体育之旅吗 会 对一个是有经验的 或者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都会一一来请教 以前你的理事好像又炮轰您说 您提的真的是烂牛肉 更认为说你应该去这个 内湖来Longestay 我想要Longestay 我们也不是都反对啦 不过那段时间 如果要了解内湖的交通 在内湖Longestay 恐怕比较没有办法感受 可能在上下班的时间 要多去走走 才会了解 这样的讲法不好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力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我们下期见了